有件事 我想来想去 觉得只能告诉你 告诉别人我 怕别人笑话我 但我不说出来 我又憋得难受 没事 跟老实说没关系 我保证 谁也不说 郝老师 我爸妈离婚了 你怎么知道 我爸妈爱情见面 怎么吵架 最近他们两个见面 也不吵架了 我妈都不催我爸 回家吃饭了 我看这情况 估摸着他们两个 就是离婚了 那你觉得 他们 为什么瞒着你啊 不知道 可能是 怕我担心 影响我学习吧 还你怎么想 我不知道呀 他们两个越是这么平静 就越觉得自己得好好学习 不然特别对不起他们 一想到他们两个 还要在我面前假装 我就觉得他们挺不容易的 那 你想怎么办 我能这么想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干吗 要不然 找你爸聊聊 我爸 我跟他从来没聊过这些 我从小的时候跟我爸特别亲 可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跟我妈越来越疏远了 也跟我越来越疏远了 我们两个就像普通陌生人一样 也许 也许你爸也想跟你说 只是 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与其你像现在这样 天天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还不如找他聊清楚 问不他的想法 郝老师 我从来没像你这么想过 但也许 是没想过的路 也是一条路 谢谢您 郝老师 傻孩子 跟我还客气 赶紧吃 现在 说出来心情要好多了 因为其实我也理解我爸妈的良苦用心 郝老师 我能不能再要一份 你只考试 当然可以了 我去给你 谢谢您 郝老师 郝老师 很多事 虽然我不能改变结局 但是却能改变当事人的态度和看法 心态 比结果重要 就像当年我得知父母欺骗自己离婚 深受伤害 但是现在 刘大志却从另一个角度 理解了父母的用心 原来 我的存在 不是为了改变世界 而是为了改变每个人看待世界的态度 是的 心态 比结果更重要